一個人他是先回應過那幾題之後 他再來判定交通部是不是有趨力打開車的責任 所以其實他後面可以做數據分析 就是說大家是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 雖然現在才看不到這個這樣子 那所以這是如何回應 那當然後面就是 我在slide上有貼一篇文章 這邊就不多說了 但是總是就是讓討論變得比較能夠聚焦 那同樣在AMBNB上面 後面我們就是設定有訂過房的找到過房客的 跟合法的業者 後面這個還很多 因為青年女生那邊動員了一大堆人來使用這個系統 然後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想要聽什麼 那後來發現行政院覺得很重要的這三個 沒有任何人覺得重要 大家都去討論別的 但是無論如何 他是設定了一個tone 就是說我們想要討論的是政策 而不是說AMBNB是一家好公司 未一家壞公司這樣子 因為在Uber的那一案裡面 就是有人這個非常的針對Uber這家公司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在Airbnb就是更淡化了這樣子的處理 那最後就是說本來Airbnb跟行政院就已經準備好要回應的東西 我們就要這邊做 那當然大家都覺得第一個可能不是一個壞主意 但是同樣的第二第三個也都被refund過 所以最後公司是refund過的版本 就是大家看了之後把它寫得更清楚 或寫得更容易讓人接受 好 所以以上是seed comment 那等到出現群組的時候 我們在畫面上面呈現群組的方式 像Airbnb是把這些群組裡面最高的那一則留言 拿出來當作這個群組的代表 那當然我們具體後來操作上 也許在正文可以是兩則或三則 看到一個實際的品質 那但是如果把它並排在一起這樣子呈現 其實就很清楚 就是說即使是在被洗版的狀態下面 我們還是知道說大概分成 群組是什麼意思 就是有一個意見共識的時候 像是一個群組 群組的意思是說有一群人他們都同意這些東西 並且其他別人都不同意或傾向於不同意這個東西 或反過來一些人都反對這件事情 但是其他人大部分人其實是支持的 這個時候就是會形成作為的群組 對 是自動的 對 全部都是自動的 就是Police的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平常在管版的時候要做的很多事情 機器幫忙做的 它是一個自動化版主的概念 所以就是比較省心 好 那所以就是說有人會覺得說 Mbnb開放一定要滿足四個條件 有人覺得只要滿足一個條件 有人覺得這個地雷賣家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不需要滿足任何條件 應該直接開放就好 那所以當它並排的時候 其實就很清楚 而且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大部分的人 即使用過Mbnb之後 還是會有這樣子不同的問題 那被洗版之前 大家其實對於公共政策已經形成了一些公式 那這些公式也被一併的立在這邊 這樣子 所以這是Mbnb案的操作方式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看到主要的爭辯 就是很多人會來表示它同意或者不同意 而當它不同意到 就像這邊沒有到80%跟33% 67% 可是大部分人都會來回答這個問題 而且在這個問題上面的 怎麼講就是polarity 就是雙方兩個三個群組裡面 都有人覺得說是因為房客沒有保障 所以我才反對因為Mbnb訂房 所以意思也就是說如果解決這個問題 那Mbnb就沒有別的問題了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也可以從樹上看出來的 所以雖然我們的概念是說80%以上才呈現 但是像這種已經很明確的是針典的 我們也可以把它拿出來呈現 當然最好是如果它有50% 50% 那這樣我們就知道說其實大家都 就是只細於這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你如果解決就沒有問題了 這樣子 OK 這樣子還OK嗎 到目前為止 OK 那大概就這樣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會分 把就是majority opinion 大致分成感受跟期待 那這是因為我們都讓大家用我覺得開頭 這是問大家的感受的一場 那當然如果是只是我想聽的話 那這個就不太需要分 因為中文裡面我覺得其實是多義詞 就是說我既可以說我覺得冷我覺得熱 我也可以說我覺得政府應該提高水率 就是說它既有起始句的意思 也有自我揭露的意思 所以我們因為挑了這樣子的開頭 就是說請大家都用我覺得開頭 所以到最後呈現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覺得兩個意思分開來 就是說哪些是對別人的建議 哪些是他自己的感受這樣子 好 那就是後面再來分 對 那是我們最後做簡報的時候再來分 對 那之前Event提過一個主意 就是說我們在Lifehouse裡面 開放大家留言的時候 如果是留我覺得什麼的話 這個就直接導入到Police 然後大家如果複製貼上的話 那叫什麼推爆嗎 就是推爆的話 那就是自動的幫他在這邊加權 或者是投票之類的 那Lifehouse我不確定那個API 因為我還沒有收到技術文件 那但是假設有的話 這個其實是可以串接的這樣子 好 那所以他們就是Police自己想要跟媒體合作的方式 就是大致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他們會希望每一則opinion piece 就是社論嘛 然後他底下都有一個Police 然後這個Police的一開始的seed comment的內容 就是這個社論的作者 他裡面文章的主要的能夠被分成是非題的點 拿出來當內容 所以他可能寫了一篇政策評論 這個跟我們政問的Solid其實有點像 就是說他的這個一大篇論述裡面 其實可能歸結到最後 有點像是就是2015大選政見比教表那樣子 可能只有七個主要的point 那這七個主要point 一開始就變成Police的題目 然後讓看完這篇社論的人直接來說 我同不同意這個作者的論點 那這個就比一般的留言系統好 是因為一般的留言系統會不幫你歸結論點 所以大家就會找到裡面的一個用詞錯誤 或者是一個可能比較不精確的地方 然後就追著他猛打 然後我們就不用討論了 這樣子絕大部分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那但是當你發現說這個社論的作者 已經很用心的幫你整理好他的七個主論點 而且你都可以反對或同意的時候 討論品質就直接就提高了 然後這個對作者本人也有幫助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因為Police允許你看到這些人的 Twitter或Facebook的頭像 所以他們會一開始就去約別的Solid Leader 比方說這個雜誌或New York Times 他別的專案作家 然後事先給他們看這份草稿 然後問說他們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可能不在這些主論點裡面 那這些人可能會提出一個論點說 我覺得這個片文章講得很不錯 但是我覺得他漏講了一點 或者說我覺得這片文章 這個講得很爛 那很爛的原因是因為 他沒有考慮到什麼東西 就是大部分會有的反應 那Police就會請這些人在自己的 他們當然主要是用Twitter 但Facebook也可以上面去寫一行說 我對於這篇文章的看法是說 他沒有講到這個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但他忽略了 那這個時候他可以在Twitter上面 連回本來的這個Police的頁面 然後他的那個論點 本身也變成是底下的這樣子一個論點 那這個問題就不是匿名人士流 而是某個很知名的知名人士流的 所以一開始的人 他們會設計到進來Police的時候 看到的這些頭像 可能有幾個就是他認識的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我可以參與這些名人的一起討論 這個他覺得是有榮焉等等 那在我們 我不知道說政文有沒有要各級的講者 這樣子就是有點像是交叉結文的 這樣子的狀況 那但是至少就是這樣子的好處是說 你一開始在Police的盤面上 是比較好看的 就是你會看到大家在光圖不同的地方 然後也炒氣下來也比較有品質 這樣子 而不是一味的是說好或不好 這樣子 目前為止都OK嗎 好 剛剛講的那個就是其實 丟出的這個議題 會再找另外一群 對 四個字就 對 去再提出他們的看法 然後再加做增加一個連結 就是串聯回來這樣子 是的 就是說 Seed Comment是版主自己自己幫忙給的嘛 那我們可以一定程度上說 那是比較中立的 或者說我們 我們系統希望知道你的意見這樣子 那但是如果作者本人 想要在事後加 或不是作者的別的 也有寫作能力的人 想要加的話 你也許就可以希望他們用自己的帳號登錄 直接用這個系統 把他們的那一句話加上去 這樣子 都OK嗎 這個系統 版主可以有幾個嗎 這個系統管理者只能有一個 所以可能要有一個公用帳號去管理它 就大家都同用帳號就可以 Google進行 是的 對 然後它是 也描寫 一樣是那個 Register Polus 這樣子 對 你就到Polus 它就會問你的Facebook或E-mail 然後你注冊之後 就可以自己開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那 就請說 實際其實就是不能在投票嗎 還是 對 Loset意思是不能在投票嗎 那如果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的話 最後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後來歸納說 這四個重點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 以重高決定定程 就是它是guaranteed 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大家在網路上面留言的時候 Polus當然它提供了很多 旁邊的所謂的社會刺激 就是說我留言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跟這些人的意見多像或多不像 或者說我只要投票就知道說 我跟我的朋友是不是相當同樣的異常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它也有就是最準確的心理測驗 是什麼之類塔羅牌 什麼東西的 那樣子的效果 但那個是旁邊的 就是說即使是那樣子 它的界面我們很誠實的講 並沒有這個一個字決定你的運勢 或什麼的這些東西來的簡單 它還是稍微複雜一點 需要大家投入比較多的attention 那所以大家都會問說 那我如果投入了這麼多的attention 我可能要花一分鐘去想 那我換來什麼 就這個attention到底會不會用到哪裡去 那其實在網路上面 大家並不是很在意說 我的attention並沒有直接回歸到我身上 但大家會很在意說 我的attention浪費掉了 那這個其實是蠻浪費的事情 所以在我們一開始後來 我們做了一些就是focusgroup之後 我們發現是說大家 最讓大家能夠投入時間的 是說我們會有一個議程 那這個議程它完全是有 這套系統決定 那這套系統上面80%以上的東西 一定Uber跟台灣大社隊 跟交通國或什麼會做回應 就是一個guarantee response 那這個東西讓大家覺得是說 那我們花很多時間去把意見修改成 大家會比較容易產生同時的意見 這個工作是有價值的 因為到最後這個東西是會被用的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其他的是不是要針對特定事項 以及三號資料是不是開放投稿 其實大部分人並沒有那麼在意 大部分人最在意的就是說 我花了attention 但是它不要虛質這樣子 就這一點其實是大家最 care 對 然後當然就是說 就是說一開始說提請交通部回應嘛 那後來就是發現Uber可以邀得來 回應可以邀得來 Facebook也很願意參加的時候 那我們後來就會寫得比較清楚 就是我們就會邀誰誰誰誰 就是各個利益關係人上來 然後他們跟他們有關的 或甚至五關的部分 他們一定都會回應 那所以每一個 每多一個利益關係人 你就多讓一個利益關係人 願意轉席這個消息 也就是說因為每個利益關係人都有他的 怎麼講 Constitiancy 就是他的選名嘛 他的選區 就是說 我們如果去Google他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說 大部分在貼這個的 就是貼這一串的 其實如果在Facebook上找的話 你會看到說台灣大車隊的Facebook會轉席這個 然後Uber會傳到他們的Line群組之類 那這邊每多寫一個 好像說台灣大車隊一定會回應 那台灣大車隊的人的反應速度 跟反應頻率就會提高 因為他們覺得說 那他們支持的那個車隊 一定會回答這件事情 那這在證文上面 可能直接translate成候選人本身 那或者是如果不是候選人的話 那至少是Hangboard的Solid的這樣子 就是說會實際上把這裡面分數高的浮現 到他們的面前 用大家的 許多一大堆人的一點點的Tension 撐起來去換這些人的比較多Tension這樣子 像我們本來想 假設40分鐘的節目 最後10分鐘 就是我們會再收集一次一件 然後再來問一次那個 就是一件一件 這件事情 我在看 就是版主在看那個 所有的問題 POPBO的時候 它介面大概就是這樣子 是 首先當然Email裡面都會碰到 那但是像這個是 Speed Moderation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堆這個 就這樣而已 然後你可以看到 已經有多少人PO了 它是按照 就是多少 對 是的 是的 然後呢 然後你裡面發現不妥的 你就趕快去解掉 因為新的一定是 這就是順序 這不是按照Low的 這就是按照Low的次數 那你就是一次處理十個 或一次處理幾個 然後就把它都往 Accepted或Rejected給我 但它到Rejected或Accepted 是怎麼排序 我其實不知道 當然每個你還是一定都會收到的東西 那我最後可以產出 例如說大共識的一些意見嗎 就只能在那邊看嗎 不是 最後它會給一份這樣的東西 像 像MBMB分成兩組 928是攤門西班前 10英20是西班後 那它是 這其實用Excel就可以處理了 它是一堆試算表檔 那它有兩張表 一張是意見 就是說這是意見的ID 1011 12 13 意見的定義以及誰提的 那0就是Ceed Comment 那然後這邊就是代碼 我們其實並不知道 這個數字是哪一個 Facebook或推出用戶 但是這個代碼的系統裡 以這次Police是不變的 到別的Police就不變了 這樣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comment 目前同意跟不同意 的人數 所以用Excel稍微算一下 這邊就可以形成共識什麼 是最粗淺的 那接下來就是 如果你知道這些的comment ID之後 你就可以看這張大的表 這張大的表是這樣子看的 就是左欄是代號 就是每個人會出現一次 222733 如果沒有出現的是他看了Police 但是就沒有投票 或者他投的全部都是 不對他即使都是0也會留下來 所以他就看了但是沒投票 或他登錄了但是沒投票 那這邊就是 每一個人對於每一題的回應 那在這裡因為Police是把人跟人之間同意當作把距離拉近 所以複一是同意的 這個跟一般的用法是不一樣的 然後一是反對 因為距離變遠 然後0是就是Police I'm sure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哪些人他參與的最積極 你就算就是這邊的occurrence count這邊 或者是你也可以看到每一個議題本身 他的同意跟接受的程度 那這個形狀是可以直接丟進Starter或R去做地位分析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就是最後的總表 那我們後面有做 像Uber他們有做比較細的分析的話 是從這邊出來的 可是這個我們的 你不是說直播完直接產出嗎 就是我可以直接針對大家同意的意見 馬上看得到嗎 這個其實你提到的 前台的 對要在前台看 是要在前台看 我會覺得說 因為前台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所以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只對前台做的話 至少其實才能夠就是怎麼講 能夠確認說你正在講的跟他們看到是相同的 那我們如果只用後台資料看的話 雖然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提供出來 那在驗算就變得非常困難 沒有說 例如說它可能是表單式 就是圖表式的 那這個可以啊 這並不一樣 對 就是說我們在Canpolis也有討論到說 我們是不是要寫一個比較像Storyfy的東西 就是說Storyfy 大家知道是你會給它一堆hashtag 它就自動幫你生物故事出來 這樣子 就是說它會用這個東西的流行程度啊 然後以及推特上面 所有人對這個提供的照片啊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 但每一則都是一個Tweet 串成一篇有一點像是新聞報導的 半自動化新聞報導這樣子的東西 那所以我們也有在討論說能不能拿這張表 然後就生出那個東西來 但是具體的Template 因為這裡面沒有人是說故事的高手 所以我們還生不出來 對 那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想法的話 也非常歡迎 如果想問一下 這張表它是在回答過程中 就即時會給嗎 對 是的 那目前Police是一天給我們一次 好像一天一次 對 一天給我們一次 所以它不能在節目過程中一直給 即時 對 所以如果是你要即時的那個Stream的話 我可以去跟它要 但是我不那麼確定 它們能夠那麼快速的給出來 OK 因為我剛剛的問題表現像是說 假設我們直播結束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楚的圖表 大家對做的 我們挑選出來這些重點的問題的東西 類似就是剛剛講的 從事物事物大80以上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都看得到 對 那有一個想法是說 就是我們直報前台 那直報前台的問題是說 有一些我們可能覺得很重要的問題 大家都覺得不重要 然後只有極小部分的人表示意見 而且這些意見又沒有到50 50 可能是80 10 但是又沒有到80 所以 但是我們對那個東西自己特別在意 那時候真的確實就是能回到這張表 所以如果覺得有這個需要的話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說我們事前 它比方說直播開始前 先說我們覺得最在意的東西 然後希望Polestantia就是無論如何 把它用別的見面給出來 或甚至就無論如何 一定顯示在光明意見裡 不管它事實上根本不是光明意見 這樣子 就是有各種做法 那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如果剛剛就是 這邊說要特別突顯意見 是我們事前不知道的 是他們在直播過程之中才出現 然後我們希望把它mark起來 然後就是直接開始對那一則意見 接下來都follow那一則意見的話 那那個Polest目前完全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那所以如果覺得有需要的話 我就要再跟他們講 那看他們什麼時候寫出來 不過他們的response cycle很快 就是說像要分開不同的東西來include 或者是說就是上次提到說 顏色要能夠隨便自己調或什麼 就是之類的 能夠把頁面拆散在不同的地方 他們都是馬上就寫出來了 所以如果這邊有很清楚的spec的話 那是可以就是直接跟他們要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還要討論說 例如在直播的四分鐘 假設每八分鐘我丟一個就像chapter 就是這個意見你就講了一句什麼 那他假設從版主這邊post的question 其實他也會馬上轉 就是有沒有辦法把版主丟的跟一般人丟的是分開來的 嗯 可是那樣我不是建議你另外放一個foruse 再另外放一個foruse 對啊 因為因為 因為你很明顯的就是說 希望他集中來回答這個 那不管是怎麼樣 你如果即使把版主的伏到最前面的話 大部分的人我覺得並不會特別因為他是版主回的 所以他就認真地去思考 因為我們還可以很快的 反而是想要設計是說 版主丟上去可能會說 柯文哲說 對 他可能在頭八分鐘講 他說就是健保要廢 就是健保的問題是什麼什麼是什麼 然後你就會丟一個 就是等於我最後四十分鐘會丟出五個 就是五個chapter他講出來最重要的 一個意見這樣子 可以再讓人家來就是 那我會建議說我們兩個階段分成兩個foruse 就是在直播開始前的那一個 可能strict moderation不需要開 然後你就是讓大家預熱 然後說這個他們有優好的意見的話 提出來問柯文哲 那但是在直播的那一個strict moderation就打開 然後都只放版主覺得應該要回答的 好比像說他的身分相關的 或者是柯文哲實際講的話 不過他實際給的書面資料 那如果有人就是也write in 我們因為剛剛已經提到說 這裡面每個部分都可以關掉 所以你甚至可以說 那我就沒有分享你的觀點 但是或者是有這個 但是事先就已經說了說 我們strict moderation是打開的 所以我們只會覺得真的很relevant的 就是跟版主所提的相同 相同或甚至更重要的 我們才會把它加入到節目裡面 請大家及時來回應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strictal的方式 那如果這樣題目數少的話 就比較容易跟Police說就是說 這個後面這個比較小的 那我們要及時的資料這樣子 因為題目數 他比方說像就是死刑存費那一個 就是題目數一爆炸 然後兩千個人同時在動的時候 他們要及時出資料比較困難 但是如果只有實體 5P實體我覺得比較健康 還有就是如果只有5P實體 其實你全部在前台都看得到 你不太需要全部看得到 對 我只要在前台這邊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前台是limit到5個 或每個全組各3到5個 那所以如果你全部也就只有9P的話 那全部都在前台看 我們後面最後剪出那個共識結論 有些總之嗎 怎麼說 對 唐共我想問一下 這邊因為最後的結論在前台呈現 是一折一折這樣左右 按那個左右去切換 他沒有一整個例子 我可以接出來在節目的網站上 對 這有接 有 前台看得到的都有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那所有的介面要全部全部都可以送死 對 但是 但是有個但是 就是說每個介面你可以任一方位置 然後可以turn on turn on 但是像這邊的綠色跟紅色不能換顏色 就它裡面有一些比較比較 綠色紅色不能換 比較寫紫的東西 然後像這個的長寬你可以換 但是你不能說這個 好比像說每個單獨的頭像 你不能夠去弄它 你不能說 你不能說刻文者的頭像 我只要變成5倍大 我就沒有辦法 對 就是說它還是有一些限制 那像共同意見我要用紅色 但是那個完全沒有問題 那個都沒有 對 就是你要把共同意見換成別的字樣裡面 因為這個中文檔本來就是我給它的 所以就是說它是可以gulocallize 這樣子 那像我們要採那個人數 放到別的地方裡面 我可以嗎 哪一個人 我都有一百八十人參與 你要放到哪裡 你不是說我要放到下面 可是下面就不對啦 因為大部分的時候 它其實是all over the place 所以它會把這整個Canvas用掉 等我一下 就是說它其實並沒有一個 因為上下對它來講是有意義的 所以它其實是會盡可能找人少的地方 放中間的指揮 它自己去 對 但是有的時候它太急了 以至於你全然怎麼樣放得被接到人 那你就沒辦法 但我的意思是說它每個地方都有 所以你616你如果放在右下角 那也只是因為剛好這邊兩組是左上右下 因為它可能那個圖形又 對 那個圖形會隨時改變 想問一下這個圖形的坐標有任何意義嗎 還是它只是抓空間 對 剛剛有講左右是主軸線 就是如果大家意見對某東西分歧很大 通常都會變成左右 然後次重要的那個會變成上下 然後其他都是去支援左右跟上線 但是不一定 它自動抓的 不一定 因為現在如果發現說 本來很激烈的 但是來了900元一席板之後 所有人都同意其中某一邊了 那個東西就會喪失它的軸線性 然後就會有別的議題變成左右 對 它是可以有專制規劃進入嗎 我是覺得在直播裡使用 我後來想了很久 我不是很確定要怎麼用 直播 對 就是你Live的 它直播前跟直播後 我都可以想出用法 但直播時有一點困難 對 因為它即時的還是不夠即時 對 我覺得那個即時性沒有那麼強 就是碰到一堆頭的那邊東來東去 但是它有沒有那麼大的即時回饋效果 我覺得存疑 因為它一直是 像我們在Meet台灣 都是至少要播三個禮拜 那我們就會很明白的看到說 第一個禮拜都是很急話很急話 把所有可能碰到的立場都碰過一次 然後接下來第二個禮拜開始往中結 就是大家互相拉攏 然後第三個禮拜才會形成共識 那這整個能不能夠加速進行 讓它在四十分鐘內進行 我會其實沒有什麼太好的期望 我準備的材料就到這裡了 對 接下來會對 這個套路 應該預熱覺得也沒有問題吧 對 中間 可是我覺得假使能看到 預熱完因為會產生一個這樣子的圖案 對 那假使中間 例如說我講完四十分鐘 我可以看到差異 會改變嗎 立場改變是他們要繼續去回答 對 他們要 而且那個就會強調他們的注意力 所以說你不太可能一面看直播 一面考慮 然後他自己還要post question 對啊 而且還有個聊天室 對啊 回答過 對 當然 我如果對意見有修改 如果有意見有修改 大部分人的做法是 把你有修改的那個想法 可能多加幾個字 變成一則新的意見 大部分的預告品都是這樣子做出來的 就是它等於多一個 它等於多一個 又是一個新的 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前面的幾個字 跟你本來同意或反對的那個是一樣的 但是它後面講了 為什麼你改變意見的那個原因 這樣子 然後那個東西 其實它的稅率福利 通常都比本來來很好 所以它其實是靠這個區域 去遺報那些的諮詢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 直播只收集意見 然後但是我們不做家總 然後家總是最後拿去問候選人的時候 跟聊天室很打架 對啊 不是嗎 那我就用這個就好 為什麼要聊天室 因為聊天室更直接更簡單 聊天室可以貼圖 沒有聊天室是 不能夠猜測 不能夠猜測 如果節目時間很短的話 不用聊天室我覺得是OK 因為你就花時間去回答問題 那通常 我們看一場 一場直播 有很長的時間是蠻無聊的 所以就會需要聊天室 那我覺得聊天室 會吸引大家注意力是沒錯 因為它就一直洗嘛 但聊天室裡面也必須要由主持人 就是 過一段時間就提醒大家說 去回答Police 這樣子 對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 就是聊天室的存在 還是有它的異樣性嗎 比如說節目還沒開始之前 那大家可以在那邊預熱 是觀眾方面的預熱 這樣子 對 因為你看得出來嘛 你就會看上面 對對對 把人聚集在這邊 然後你的提醒也在那邊 請大家去回答Police的問題 我覺得也蠻好的 如果沒有聊天室 大家反而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如果你這樣演得過去 還是要回答一個就是說 那我額外的多怕 attention回答這些問題 最後會換來誰的attention 這個問題還是要回答 這個可能就要在 整個節目的介紹上要先寫 就如果到最後真的是拿這些 去問三黨的投票員的話 那也許可以多加一個說 就是今天就是 柯文哲做了這些表述 之後大家最同意的部分 我們會優先請候選人回答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說提庫還是本來的 但是它的順序是有群眾規定 或之類的 嗯嗯嗯 因為我們不只是有直播的 那一個頁面 我們會有一整個節目的介紹 那這些 這個什麼機制 對還是什麼流程 在那邊會寫很清楚 這個可能就是要討論 對對對 如果我想要問 跟這個有點沒有關係的問題 就是上次Johnson有說 在直播的過程中 可能會有一段一段的 不同的章節 但是那個章節是即時產生的 因為它是跟 主持人跟這個被訪問者 討論過程中去區合出來的 那這些東西會想要即時呈現在 直播的下方 就比如說我們幾點幾分 大概是在討論健保的問題 然後後來問題又跳掉了 所以變成第二段是什麼這樣子 那我要做到 讓 讓製作可以即時出現在下面 要用什麼會比較好 就OpenBlockhand 它本來就有董太家 怎麼一個Plan 哦這樣子嗎 對是啊 Overlay 那你是想要用上在畫面上 還是要上在網頁上 應該是在 下在下面 你是說是在 直播的外面 對外面 外面 對 它還有Tele text 所以你會希望它是在直播外面 對 因為這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如果15分鐘才進來 我會知道剛剛 前面大概討論了什麼 那個Live House有這個功能嗎 哦我們 我們可以上個字體 就是在 就是在整個 那個 直播畫面有個下面的字體 對 可以有個字體去上 嗯 那它字體可以上多少次啊 就一排 一排 大概 大概20吧 那是現在的topic嗎 它可以上現在的